大家好,G7发表联合声明里面首次提到了台湾 七国领袖在中国最敏感的几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会后的闭幕联合声明里面首度提到台湾问题 七国领袖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极其重要,鼓励台海双方和平解决争端 这是七国集团自1975年成立以来首次在联合公报中提到台湾 TQ集团也强调重视人权的价值观 呼吁中国遵守人权和基本自由 尤其是要遵守新疆的人权和人身自由 维护早已写入《中英联合声明》以及《香港基本法》 这一历史文件承诺的香港高度自治 七国声明同时对南海安全表示严重关切 声明也指出七国正严重关切南海和东海的局势 提到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破坏现状以及升高紧张的行动 也提到南海、台海、东海 整个七国集团的联合声明里边 中国成为主角 中国成为看不见的客人 现在来看整个七国集团 现在把围堵中国变成了一个核心议题 特别是在南海、台海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在第一岛链在南海 它要保证自己的整个一个安全 我之前讲过美国是海洋文明 它一定要把大陆锁死在欧亚大陆 把中国锁死在欧亚大陆 你看南海 中国的海军实力的扩张 威胁到了美国在南海 相关的航行自由 或者叫什么 它自己的霸权 在东海、在台海也是这个样 中国实力不断增强 中国鼓励统一台湾 收复台湾 它这个可能性增加 西方国家并不希望中国统一台湾 你记住啊 你从西方七国集团发的联合声明里面提到台海 就可以看到了 西方并不希望中国能够统一台湾 很多人说了 人家只是希望你们和平统一 但是和平统一的前提是什么? 没有外部干涉 就是中国和台湾两岸人民自己来交流 但现在你看可能吗? 美国不断卖给台湾武器 那是两岸自主交流吗? 对吧 你不要以为美国卖给台湾武器是为保护台湾人 错了 是要保证什么 你们双方互相之间可以对抗 你这个逻辑你给你讲清楚啊 有些人不懂啊 美国卖给台湾武器 保证两岸人民和平啊 是啊 你有枪我也有枪 那双方能统一吗? 能谈判吗? 能统一吗? 绝对不会的 那就是美国直接用它自己的武力 来干预到两岸的和平 两岸的统一啊 什么时候能统一? 要不然是军事上 我强你弱 我把你统一了 要不然双方什么? 通过和平的手段来协商 但是呢 也是在一个 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 而现在台湾方面完全被美国控制 特别在军事上 政治上也是 你控制着台湾呢 台湾大选哪一个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候选人不去美国看一看 美国说了算 这就是地缘政治啊 美国用军火直接就控制着台湾 你这些人想上台 想在军方有一些相关的支持 那你一定是得招美国人的 那你未来的政策你能跟大陆的和谈吗? 那你看七国集团啊 首次介入南海和台海问题 所以我说过啊 从现在可以看啊 这个武力统一台湾啊 这个越来越成为现实啊 因为这个外部干扰 这个跟我之前一直这个观点是一致的啊 我之前一直观点就是 你台湾问题解决啊 外人一进了以后啊 特别国际上对台湾问题关注以后 实际对中国和平统一台湾 希望越来越渺茫的 因为什么呢 家里边自己家人的事 如果有外人参与 天天给你递刀子 递枪 解决不了的 对不对 天天给你枪 给你炮 你怎么能和平解决 两边谈判 互相之间 根本不想统一 对吧 我有枪有炮 我跟你统一什么呀 对吧 互相斗 那就长期的对抗 那如果你想统一 就是 首先啊 中国一定要统一台湾 这个前提是 你得记住 这是前提 一定要统一台湾 有些人一辈子不想统一台湾 那咱们不提 那些人 我觉得他也不配当中国人 中国二战死了 是三千多万人 换来这个台湾 回归中国 然后他根本不想统一台湾 不想要台湾岛 那这样的人 我觉得不配当中国人 对不起祖宗 也对不起 死去那三千多万中国人 跟日本人作战 死了三千多万 国际上将台湾归还给中国 二战的胜利结果 让这帮人说 我们不要台湾 对吧 拖着 所以就是不要台湾 我不谈这些人啊 咱现在说的是 一定要统一台湾的 那现在看 和平统一 七大工业国已经介入了 人说了 你想打不可以 这话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人家说的已经很直白了 一定你是得和平谈 和平谈 你想动武 我们不干 我们七国集团 手里边又家伙的 我们会帮着台湾 那你说能 能解决台湾问题吗 能解决吗 一往后看 台湾背后有七国集团支持 中国呢 跟七国集团干吗 八国联军不又来了吗 你从这上看 我说和平统一希望不大了 你直接打 直接打 现在看 只有迅速的解决台湾问题 越拖到最后 工业国 其他工业国 越把台湾当成牌 你最后要跟台湾竞争 所以接着现在中国比较尴尬的位置 你说不解决台湾问题吧 不解决台湾问题吧 台湾问题会越来越成为中国 掐脖子的问题 越来越拿这个台湾问题 掐你脖子 很简单 他要和平 他说 我们希望你们两岸和平解决 那又没有一个实际的 一个时间表 怎么和平解决 对你们两边谈嘛 那台湾要求啥 要求大陆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只是个前提 你先自由民主了 是吧 你先结束一党专政 我们再跟你和平统一 中国能吗 你认为中国能吗 中国变成像西方那样 多党制 中国不就乱了吗 共产党可能吗 可能统一吗 对吧 不可能的事 他有长期执政 现在你看台湾问题复杂 就在这 共产党一 他是吧 他绝对不能让台湾独立 但是我现在呢 统一台湾 时机也不到 被西方掐着脖子 我未来呢 越发展 发展的越 是吧 越好 世界经济呢 变成世界第一 台湾问题就会被人家 越来越拿出来 掐我 来要挟我 你看 不解决被人掐脖子 解决 现在又不是时机 和平解决 没戏 我又不可能同意 是吧 开放党禁 双方呢 是吧 国民党也能回到大陆来 我也不可能同意 怎么和平解决 怎么和平解决 和平解决没戏 而西方七国集团就要你和平解决 你能知道 你能找到结果 我是找不到结果 我看不出来什么结果 这就是死对抗啊 这就是对抗 咱都不是小孩子 我跟你刚才说都是实话 大陆绝对不会同意的 开放党禁 你回来民主 民主化 都是对抗 能和平解决吗 只有武力啊 最后就是武力 武力呢 你看 西方已经告诉你 你不允许武力 什么意思 你武力我就出 我就出兵了 甚至像美国 直接我派兵 介入到台海战争 那最后呢 是不是像我之前说的 越快武力统一台湾 对中国有利 你不要等人西方国家 一起联合起来以后 巴默联军都到了台湾 给台湾卖了些相关的重型武器 全世界最先进的武器到台湾 你解放军的死伤都多大 所以要解决台湾问题 就像我说的 越早越好 那帮天天幻想 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 都是幻想着 什么地缘政治也不懂 另外他也不懂台湾问题的实质 实质是共产党 党争的问题 中国和中国共产党 他目的 虽然一致都是要统一台湾 但是方法过程是不同的 要符合台湾 台湾问题 要符合共产党相关的 他这个党的利益 才能去做呀 最终目的都是要统一台湾 但是过程是有什么阶段的 明白吧 不像你想的 和平统一 是啊 和平统一 和平统一 你认为能吗 不要幻想了 看清台湾问题实质 就是党争的问题 你看不懂这个问题 你就幻想着和平统一 背后还有美国 还有地缘政治呢 我告诉大家一实话 另外也告诉台湾那帮国民党 大陆就算解除党籍 共产党就算 哎呀 就是解除党籍 那美国也不会让你统一的 这点共产党看得清楚 我觉得这点 共产党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我给你什么 我给你民主啊 你他妈 美国也不会让我跟你统一的 里边有地缘政治国家利益 他就是要拿台湾来遏制你 那我干嘛给你解除党籍呢 解除了你都不跟我统一 我干嘛跟你 是吧跟你解除 我就要一党执政了 把国民党枉死了呢 对吧 你看人看得多清楚啊 我也看清楚了 只是我把这话说出来 让你听一听 很多海外咱们华人呢 还是总觉得是在这问题 在中国在共产党 是吧 你你民主了 中国民主了 你说台湾不就回归了吗 就是瞎想吧 太相信美国人了 你太相信美国人了 美国人是 你民主以后啊 他要更多 啊你得分裂 台湾要独立 那你民主了 然后台湾又独立了 你说共产党把什么都交出去了 中国不就乱了 怎么可能同意呢 所以我说过 你看台湾你看透了以后啊 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两个大国博弈的结果 你看透以后 最后怎么解决 你要解决台湾问题 就是武力 而且越早武力解决 对中国越好 对中国越好 虽然有一些这个影响吧 对中国有一些影响 但影响并不那么深远 影响也是暂时的 越往后啊 我告诉大家 七国集团 现在从南海到台海 对中国已经形成共识了 共识是啥意思 都是要针对台湾问题 针对南海问题 有的出兵 是吧 有的出人 未来台湾 会成为人家制约中国的一个工具 你不把这工具赶快收回来 那你未来麻烦了 越往后 你越难收服 你现在认为 自己手里边枪啊 炮啊 比台湾多 时间在我们这边 世界是在变化的 今天你枪炮多 背后七国集团一支持 甚至部署核武器到台湾 你中国怎么办 你跟八国联军开战 制裁八国 制裁八国联军 制裁G7 你中国也没那个能力 你不可能一条七 所以人家只有吃定你 就算台湾部署了核武器 你中国呢 能把人别国家怎么样 所以还是往后看 我说了 这个不寒而栗 现在人家七国集团 已经盯上台湾 盯上南海了 咱中国还是不着急 一点不着急 就在这把台湾问题 拖着 我说了 你拖到 又往后拖 拖的是你中国自己 到时候死伤越来越多 是你中国自己的人民子弟兵 你越拖着 人家越有办法 把台湾问题 扩大化 把台湾问题复杂化 其实我觉得最早 96年时候 要是武统台湾 对中国 我现在这问题都解决了 甚至什么呢 跟美国刚建交以后 就把台湾统一回来 对吧 直接是吧 跟美国建交了 跟一起对付苏联 把台湾干掉 拿下来 你美国也不可能把我中国在 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 现在这个时候过了 美苏争霸 中国可以 对吧 渔翁得利 现在不行了 所以我说啊 中国这个最好的时机 过去了 但是再往后拖 会越来越复杂 你现在解决也不晚 虽然麻烦点 还是看吧 还是看整个国际形势吧 另外看中国自己的 还是武器装备 武器装备的问题 记住啊 登台湾岛不那么简单 武器装备 中国正在准备着 所以我现在判断呢 在习近平的任期内 一定会统一台湾 是和平的还是武力的 咱们不知道 如果和平不行 一定是武力 但是我觉得在习近平的任期内 是一定会完成 统一台湾这个大业的 现在来看呢 中国从军方 其实到民间都已经准备好 武力统一了 都看清事实了 连我这老百姓都看透了台湾问题 我希望台湾人啊 你们要认清楚 大陆现在对你们台湾 是个什么态度 已经看透台湾问题了 所以未来呢 我觉得台湾人也不要有什么幻想 在我有生之年 应该是可以看到台湾回归中国 那个时候 整个中美 整个地缘政治关系会变化 整个西太平洋 第一岛链 会完全的一个改变 这是巨大的地缘政治的一个变动 我告诉大家 那时候中国和美国关系也会发生巨大变化 所以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的 但是呢 一定要动 如果不动 中国会死死掐死 我觉得咱们中国这一辈中国人啊 要为下一代中国人 担负起这个责任 不要什么都留给下一代 下一代已经担子很重了 下一代 全世界都想围堵中国 你中国还留给下一代 自己这一代人我就应该解决了 这是我的希望 我 黄泥 你在